反正早朝就是每天早上起來寫 就真的要滿短片 然後上來寫 稍微講一下 那因為這段書其實裡面有很多國家的語言 所以其實要寫世界各地的音樂其實不太容易 所以要跟很多buyer 就是所謂老屁股 當年那些真正的毛頭小他們長大都變老屁股 那我就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跟時間資源去跟他們滑鬧 然後跟他們建立關係 然後慢慢跟他們買唱片 然後慢慢問問問題 因為譬如說像南沙拉夫的語言 或者是葡萄牙這些語言都是非常難在Google翻譯到 所以想要取得這些知識 然後知道這些音樂沒有故事的話 就需要相當大的投資 那就是跟他們建立關係 跟老屁股建立關係 讓他們知道你是一個偵破 然後是因為你想要 對對對 不然老屁股來沒理你 因為他們也白死 讓他知道你是一個偵破 讓他知道我是真的想要 讓他知道我是真的想要 讓他知道我 讓他知道我還是like a virgin ok 然後 花了很多時間去寫 幾乎是 用科出來的 就是我請祝生命的一切 就當加拿大都這個賺到第一桶金 買房買車買小孩或不是小孩是五十人的時候 就我是做人的 對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離婚 然後沒有 你剛結婚嗎知道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再婚嗎 哈哈哈哈 他就踩到雷這樣子 就這就是我的小孩 對 那 那 對 沒有 就是做出來 他做出來 就是2400個日 244萬字 就是沒有任何廢話 就是 我覺得算是我用生命寫出來的 我覺得可能我也沒有 辦法再 再做這樣一件事 畢竟 就也人到中年了 你知道嗎 那anyway 不管有沒有買這個書 我都希望就是 大家今天玩得愉快 然後 對 對 這些音樂很有 覺得很喜歡 那 今天放的音樂有很多 其實 我有在iPhone Music或是 Youtube都有見歌單 可能打 就 我的ID K1N 就打 K1N73820 不好意思 就是73.86 我試著做B型 這樣 哈哈哈哈 一下開放 真有 對不對 好 好 那 反正就是 可以也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今天的歌單 那我有按照不同國家 各條的十首歌 讓大家 就是 能夠 認識世界各地的音樂 那 我想法其實很簡單 寫 在委託基本上是寫給年輕人的好 那就是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 欸 欸 那 欸 趁著我這個 就不點接嗎 因為檔案不要站著毛頭 拉屎 好啦 講認真的實際就是說 我覺得 因為 現在的網路資訊非常多 其實我們都是 常常會被餵食 你逢沒選嗎 但今天我們要把那個 主控權拿回來 我不管是不是AI也好 我們要把演算把它拿回來 所以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看書也好 YouTube也好 就是 找關鍵字 自己下關鍵字 自己找自己想要的音樂 然後把演算把它養成你想要的樣子 讓它推薦你想要的音樂 把主控權拿回來 然後也許 書裡面的一首歌也好 或是你翻這個封面 覺得有趣的一個封面也好 也許你是看我的歌啊 都好 希望那個音樂能夠 刺激你 然後就 可能啟發你 想要去找資料 找了資料 進而想要 開啟一段旅程 去葡萄牙式蛋塔 就回家 也沒關係 當個網紅打卡 總而言之就是 拋開書文組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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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魂咖啡在國外 第一次犯 這種 感覺發力 晚上的活動 以後 找小龍 如果他無聊了以後 才來高雄的話 所以 兩三個月 辦一次這樣的表演 好 謝謝大家 等一下回家 大家不要小心喔 好